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杀旅却逐渐飙升 该如何解释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呢 以及包括该如何解决它呢 好 今天就让阅读人为你介绍这本书 21世纪狩猎采集者的生存指南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对夫妻哦 好 那分别是西社 赫英以及布莱特 韦恩斯坦 他们这对夫妻是敢于挑战权威的演化学生物学家 同时两人相似于加州大学 结会夫妻之后 他们也同时再次进修取得了生物学博士 多年来 他们两个一起从事着演化生物学领域的研究 自立揭示人类历史上大规模演化的意义 希望能够为人类寻找一条稳定前进的道路 他们说啊 我们过去从那个狩猎采集者祖先那里 继承的身体还有大脑 可是却很难适应这个时代全新的科技生活 举个例来说 做我们现在高度社会化的物种 好 可是我们却连邻居是谁都不太知道 虽然我们人类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 可是现在的变迁步伐超级快 所以我们身心无法及时跟上 在20万年前啊 其实我们的祖先就跟我们现代人类 有着相同的身体还有大脑 如果把当时居住在东非列谷的古代智人 穿上现代人的装扮 站在拥结都市街头 恐怕没有人能够一眼识别他们的与众不同 他们的身体机能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只是大脑存取的知识不尽相同 所以生活科技不断进步 也使我们的大脑陷入更多的困惑 过去我们透过大自然读取不同的味道 好,例如我们稀、树木、花朵的香气 但现在大量使用的香水香氛 也不断影响我们大脑嗅觉 以及对世界认识 例如现在有很多像苹果或草莓味的 非自然食物香精 带给我们大脑的错觉反应 让我们只要看到糕点上面 有绿色就觉得是青苹果 有红色就会反射出草莓的香气 而另外生活中处处可见的时钟 也扭曲我们的时间感 过去啊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春夏秋冬的太阳起落不同 所以人们的作息会依照自然而有所变化 但现在我们依照的是时钟 不到晚上十一二点 人们是舍不得睡觉的 另外呢 网路的虚拟世界也在削弱我们的效率感受 现在网路充斥了大量分析以及娱乐内容 可能会让人偏离工作 学习的重心 影响我们真正的工作效率 而当我们不断沉溺在网路社交游戏当中 还有这虚拟活动当中 甚至会产生一种虚拟完成感 而忽略了在现实中真正要完成的事情 也包括现在有好多网路工具 虽然提高了工作效率 但过度依赖也可能会让人失去独立思考 还有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我们要开始思考 这些我们过去离奇古怪的生活模式 还会让我们付出多大代价呢 所以书中提及在医学领域啊 历史证据显示 过去人们每天都会出门晒点太阳 或是吃点鱼 或者两者都有 但现在社会过于简单 人们更倾向直接吃药来补充 这种强调科学主义的做法 常常会导致人们产生 我很积极控制自我健康 我透过吞维他命 就能够使我们身体能够持续的稳健的 保持健康下去的错觉 那另外在饮食方面呢 好那现在过度追求营养配比 而忽略饮食背后的社会联系意义 无论是当你为他人烹煮 煮饭时那个 投入的爱投入的关心 也包括在共同吃饭时产生的欢聚时光 这些都是食物的内在价值 可是现在都被简单化约而遗漏 更多时候我们是自己一个人 吃自己的饭配着手机 另外在睡眠上面 我们也受到科技进步的影响 从过去的巫师灯泡到现在日光灯 再进阶到现在LED灯 光源越发越冷越蓝 然后也干扰我们人体的生理节奏 现在许多家庭啊 每个家的房间都专有LED灯 让人们尽管在夜晚也觉得好像白天 所以造成大量的失眠问题 另外在教育领域啊 现代父母过度专注孩子成长的量化指标 例如我要赶快记录第一次微笑 第一次说话 第一次走路的具体时间 从而透过这些指标 来确认我现在孩子有没有跟上进度 有没有健康 以及包括有没有未来潜力 而这种错误观念助长了当代人的风险恐惧 很多学校要求孩子整天要规规矩矩的坐着不动 好那这无疑会影响我们的孩子 身体以及感官的掌控度 长此以往 他们长大后可能会习惯于受到控制的生活方式 同时他们会希望更多的依赖 也包括更多安全感 我们该如何来改变生活中这些诡异的现象呢 那作者们给出了十分可行的建议哦 那以下我再录的是针对父母的部分 我们可以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 首先第一个是 不要拿你的孩子跟别的孩子比较 书中提到啊 如果你孩子在小学的时候 不太读书或成绩不好 你不用惊慌啊 因为他长大后成为文盲的几率 几乎为乎即为 基本上他一定能够读书分享聊天的 也同时赢在其好点不一定比较好 比较早学会走路 说话阅读也不代表他一定未来能够更加熟练 更加聪明 更具有生产力 所以啊 你要多多鼓励孩子积极参与实际的世界 这部分呢 父母要以身作则 同时也要创造机会 这机会包括允许孩子犯点小错 包括跌倒啊 或受点小伤 当这些事件发生时 好 我们这个部分能够帮助孩子训练他 去预防更大伤害 发生时他可以有些应急 所以要记得 我们人类啊 不是从别口中学经验 我们是要亲自体验 去体验这世界 去经历危机 同时呢 在教育的部分 我们父母也要履行承诺 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不要威胁孩子之后却不执行 例如 你在尖叫 我就要把你的玩具拿走 如果你一开始就决定要使用威胁 就真的要确保执行 说要说到做到 同时啊 不要溺爱孩子 相反的 要尽早让他们开始练习负责 一个不断受到照顾的孩子 会满足于现况 还有他会一直待在他的舒适圈 他会害怕探索 害怕冒险 紧接就会宅在家里 依赖父母 成为啃老族 只要让孩子参与 多次的对话机会 通过对话 通过聊天 来奖励孩子的好奇心 不要让他们闭口不言 同时 在这里也要鼓励你 让你孩子多多睡觉 虽然现在学习期间不容易 可睡眠对大脑发育 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这本书的作者 他们夫妇运用他们对这个 多样化生态系统的知识 以及演化的各个层面的知识 剖悉了医学 饮食 睡眠 性别 关系 父母身份 教育 经济成长 等这个世界的各类问题 勾露出基于科学的世界观 所以这是一本 让我们能够过得更加美好 更加明智的生活指南 21世纪 狩猎采集者的生存指南 以演化生物学 智慧 应对现代生活挑战 让我们过得更美好 更明智